十二年以來 日新國充分到既金會 跟都美食府基民考心經營下 招到當成為保利地名的地票 除了其中印象地檔後 很多動人的故事與我 更加重要是招到當政體的幾位設計 它有展現柔跟剛的東西 還有跟自然環境的融合 就是說只是柔軟的東西 但是我個人覺得 這幾乎是可以展現 男人跟女人的一個對比 女人是很柔軟的 但是他可以撐住一片天 那男人是很柔軟的東西 那是也有柔軟的一面 招到當大董托米社區發展的成果 不但受到國際困難 以整體建築設計 天空作建幾位 也連大叔在當初付這幾位設計 建築書區文隔 他們出立到今年全國結出建築書中 夜市或者是鐵皮屋工廠常用的材料 然後把它用得很精緻 就變作是一個藝術品般的呈現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企圖 要把手工藝的精神把它帶出來 因為建築總是要蓋給各式各樣的人去使用 要做一些有意義的案子 跟大家跟社會融合在一起 以好的經營來回饋好的設計 不要讓整個建築雖然有好的設計 但是沒有好的經營成為負擔 所以我覺得是說 以植教堂跟整個植教堂園區的這樣的一個經營 來作為跟一個好的建築的共構跟共生 我覺得這是對建築是最好的一種回饋 主教堂等除了利用日本人關鍵的建築 作為主體結構作為特殊的教堂以外 庫文潔利用台灣人破片屬用四星港為主 加上圍繞圈子 提映新的形象跟時間一樣的特殊感覺 提映走龍幾位 配合客流圍繞 國時設水在形成水中堂贏作競 都讓人有專心的感受 庫文潔表示 好的建築設計 出財不一定要高級 平凡中 連都可以創造不平凡的感受 所謂高級豪華 那有時候就是不食人間煙火 所以我是比較不會想要用什麼太豪華的東西 就是反而是很平凡的東西 你要用不同的態度去處理它 就會得到很棒的結果 座高等天然的整體風貌 強調是地勤關聯 讓建築和台主人對外 讓人身在基調 享受和酒比損拿活動的落處 座文潔表示 座高等是以上萬一的創作 主要因為座高等 可以到他們無所幼客來這裡參觀 他的設計 再可以跟大家融合作為 接著王朝聖蔡方報道